非常非常感謝所有EKI 棍介號給我 因為大野木也是要衝挺多錢 然後張力很高才有機會很大的 我目前也就40片左右 大野木的普通攻擊也是非常的比較穩吧 而且普通攻第五下也是可以掃地的 第五下的傷害也是比較高的 然後他EA其實是不掃地的 看起來是有地上裝出一個石頭 實際上沒有掃地的效果 他3A是裝地 然後可以躲一些技能也可以掃地生 而且還掃地 他的一技能就是召喚一個石頭怪 是一個岩石巨人 他這個石頭怪會存在6秒 只要你不再次按下E技能的話 他就可以在場上存在6秒 然後他整個技能的CD是14秒 也就是說如果你讓他完整地存在6秒的話 這個E技能只有8秒的冷卻時間 石頭怪的推人其實是很小力的 不會推得很遠 就輕輕蹭一下 放E技能的時候還可以按普通攻擊 進行一個石頭怪的普攻 石頭怪碰到別人 還有用普通攻擊打邊 都不會給到一點 只有再次按下一技能 砸到人才會給到一點 大野木 大野木操控這個石頭怪 自己普攻的時候 大野木也會做一些攻擊動作 但是他這個攻擊動作是沒有攻擊效果的 就打不到人的 只有石頭能打人 大野木純粹就是在操控石頭 低技能的石頭怪出來的時候是沒有任何傷害了 所以他突然蹦了一下就出來 但是沒有攻擊判定 就沒有傷害 只是突然冒出來這樣 當碰到人是有一點點輕微的傷害 有石頭怪的武功第一第二下都是可以掃地的 就挺好玩的 這個石頭怪還是挺有趣的 石頭怪的攻擊是幾乎沒有身後判定的 所以一般只能打到前面的人 他的二技能是一個扔石頭的攻擊 技能CD10秒 其實他的S都是超長的 這麼遠都能打到 而且傷害也幾乎能打全 他二技能集結日放的話是不會掃地的 但是最後石頭炸開的時候就可以掃地 長大二技能會有四塊石頭圍繞在他裡面身邊 他沒有跟蹤效果 他只是對前面有攻擊判定 單純的往前面砸 他就是一個單純的S軸的前方的攻擊 他的奧義首先是能掃地 放完奧義是有一定的概率會掃到腰 就是後搖會變多了很長 如果你放完奧義沒有閃到腰的話 還能直接接一技能 其實你用一技能砸人的時候 這個石頭怪是會有一瞬間的停頓的 你可以利用這一瞬間的停頓來開大 這樣就可以提前蹭到點 不管他奧義結束有沒有掃到腰 你都可以蹭一顆奧義點 他一技能的設計還是花了挺多精思的 就是他故意有一瞬間的停頓 讓敵人有反應的時間 也讓你的奧義可以蹭點 還有一個蹭點的方法就是長按二技能 然後再開大 就是利用一個二技能石頭飛出去的時間 延遲來蹭點 當然還有一個同時蹭兩顆奧義點的方法 就是把這兩種襯鬥方法結合起來使用 所以他雖然奧義結束會少到腰 但是他還是有挺多的襯鬥方法 還有一點比較奇怪 就是如果你直接這樣放大的話 你是接不上普攻的 但是如果你在牆角背對著敵人開大 你竟然能夠接上普攻 這個時候可能會有人說 是不是因為你把他打普攻了 但其實就算敵人倒地了 只要你在最強邊的時候 方向開大 一樣可以接普攻 直接用秘券是頂不掉奧義前面的抓取的 他的奧義開始爆炸之後 敵人是可以提升的 我試過放秘券 然後再放通靈 我放秘券的時候已經被他抓起來了 根本放不出通靈 還有一個挺有趣的點 就是因為他自己的模型太小了 如果他對著自己開大 就好像把自己埋到土堆裡面 根本看不出來自己有個空大 他被別人打死的時候 他的成盾不會放出來 不像陰佐助 陰佐助就讓他死了 只要他死之前犯了奧義 他的天造還是會揚燒殆盡 因為大野木的模型比較小 而且他是浮在空中的 所以像水拿銀元 還有雷盾滴走 水沖波這些 都是沒有辦法打到他 因為他浮在空中 這些秘券又只對 比較下面的一些地面有傷害 所以打不到他 還有疾風刺哪一技能 近距離也是打不到他的 還有吸引牙的這個口叫 這個口叫 近距離可以打到他 遠距離就打不到他 就是看這個技能的判定高度吧 如果太低的話 基本上面就打不到他了 他一技能這個石頭人呢 有點像千代的盾 就是敵人攻擊的時候 也是能獲得到盾點 也有點像神威卡爾西的土流幣 他可以打一些技能 他可以打一些技能 他放一技能的時候 他自身是一個硬體的狀態 就像 S級大蛇王 放那個蛇翼的時候 就敵人的普通攻擊 是沒辦法對他造成僵直的 他就敵人的雷射 他就敵人的雷射 也有雷射 他就敵人的雷射 晚上10点半的时候接到了水友的号 然后也是一直做视频 做到现在凌晨4点多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忍不住一直做 大家如果喜欢视频的话可以投币自辞一下 花了这么多时间也是希望有人看 有人支持 谢谢 请进 好 好 贏了